3 2 1 海科反毒號 教育部有1.13名 指愛毒品向你的推上 反毒教育特展 特展成功 按下啟動鍵解鎖與毒品的距離 教育部和中信反毒基金會 海科館合作舉辦了反毒特展 開幕一世上相當熱鬧 希望部外這樣一個特展 能夠讓我們的學校的師生 以及讓我們的社會民眾 能夠了解這個毒品 對於我們身體健康的 這樣子的影響跟危害 也希望能夠遠毒毒品 盡量把這些比較生硬的反毒的議題 把它做得活潑化 趣味化 所以說我們就做了很多的調整 包含了很多遊戲 還有實境解鎖的遊戲 所以我們讓這些年輕學子 他們來看的時候 能夠發揮欲教餘樂的效果 我們一個這麼重要的展項 叫做解癮 其實重點不是為了解癮 重點是希望能夠 剛剛是講說 對毒品 怎麼試毒 怎麼劇毒 到未來無毒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歷程 透過一個國務館 這個國務館主題館 就是一艘貨櫃門 他其實已經是被我電廠推移下來 那一個歷史建物 再搭配今天這一艘海科反毒號 那反毒意思就是 反毒這樣的一個議題 未來是在你我情境 生活之中 就已經種下了 不可抹滅的一個生活的習慣 整場內用香精 模擬氣味 讓參加者勝利其境 還有實境的解謎遊戲 邊玩邊學習 如果吸到類似 讓人家覺得不舒服的味道 小朋友就要有警覺 像這種都不是平常 該接觸到的 搭配真實案例 也讓小朋友真實了解 毒品的危害 一年一度的這個 反毒的特展 剛好是在海科館這邊 能夠舉辦 一直到5月19號 那其實剛好 中間有隔了一個兒童節 而兒童節 在海科館這邊 也辦了非常多元的 跟毒品有關的活動 那其實在海科館 有一艘RB02 把那個我們海巡組的 這個海巡弟兄 這個怎麼去 就是說去防止毒品 進入台灣 這樣的很多的這種 很高危險的這一些 海巡弟兄的這個 我們平常的作為 在我們的RB02上面都可以看 那這個剛好呼應到 這一次我們防毒的這個特展 能夠相呼應 毒品的防治呢 是需要中央跟地方 以及政府跟民間 大家全力來出擊 那麼來共同維護我們 這個社會跟環境的 這樣子的健康跟安全 海科館室內有特展 戶外設置攤位 政府衛生局 警察局 校外會等單位 安排闖關互動遊戲 讓孩子們能夠從中學習 呼籲我們家長 也要多關心小朋友 瞭解我們小朋友 如果他生活作息 或者精神狀況有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要特別關心 那也希望在學校都能夠跟 我們少年隊 以及我們學生家長部分 三方要互相合作 這個營業會 它有設計一些 那個緩毒嘗試的 有獎針打 那利用這個機會 讓小朋友 還有跟我們的年輕人 做一個宣導 還有跟我們的年輕人 做一個宣導 反獨教育從小做起 透過民間和工部門合作 實現無獨家園 中央新聞 基隆採訪報導 好